好 现在我们做一下这个焊点的焊点的多余的部分 这个耳带多余部分 怎么来做调整 我们看一下 这里这个很明显 这个耳带耳带已经出出出来了 多多了 又有多余的地方 很难看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一看 这里我们口罩口罩进来 进来这里 这个杂质是一号杂质 这是二号杂质 好 现在我们看到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这个突点 我们就要调整这个 这个是我们要 这个是第二个杂质的 杂质的焊点 我们所以我们就要调整这里 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里 这里跟这里的 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距离 我们就 我们已经杂质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 这个模组的拉线器杆 要往拉回来之后呢 要往前 要往前调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要调整参数 我们就要调整参数 我们就要调登录 密码是四个腰 然后 确定他要点参数 然后 我们点一个拉线 拉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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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界面 我们找到找到右右边的 我现在说的例子是是右边的 第二个点怎么调整 我们要看一下拉线形成 拉线形成的意思就是 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的圆点 过来这一边是 过来这一边设计的 呃 形成长度是226 我们现在要调调的他的圆点偏移 他回来的时候 他这里从圆点出来是多少 偏移 我们就要调这个圆 圆点偏移量 我们现在是 我们现在是 要往前走 呃 往前走一点 拉回来的时候 往前走一点 所以 我们就要把一个圆点偏移 一个数值 要加大 我们改到 现在 现在 我们看一下这里 最起码有五个毫米的距离 我们就可以调到 这里原来是10 我们就可以调12 调成12 看一下 确定 1点12 好 我们就开机 再开机器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这个汗 这个多余的料 看一下有没有改变 好 我们看一下 口罩 在这里看 拿出来 好 现在 还 还是有点 有点多 这个 凸 凸 点 这个 第二个点 他们想看这个 也没有跳好 都记得 哦 等下 等下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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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就是 我 我在录视频 你ั้�会等 订啊 这 我们再 再 再把这个数值 调大一点 和13 4 一点 bättre 好 我们再看一看 好 упriase 这带 看 dise 看 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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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度riase 出able